根據新的公共負擔法規將領取公共福利列入申請綠卡的評估之中 包括現金補貼、補助金、貧困家庭臨時援助、糧食券、聯邦醫療補助 以及聯邦住房補貼 它有幾個部分的白卡它是不屬於這個公共負擔 就是這個條款之內的 第一它就是孕婦健保 還有就是緊急醫療補助 部分移民不受公共負擔影響 包括難民申請或持有庇護身份 防止婦女受報申請者 持有或正申請優惑提簽證者 以及申請特殊青少年移民 不受影響的呢 您可以繼續留在我們的白卡 如果您是符合的 那麼受影響的呢 在紐約州 您不需要擔心 我們有基本健保可以補上 一個是兒童保健 可負擔保健 基本健保 還有就是老人健保 這四個呢 是不受在影響範圍之內的 第一保健專家表示 由於基本健保不納入公共負擔 深受歡迎 該健保分為四種不同計劃 計劃一跟二呢 需要經濟上有一定的支付能力 它的月費是20塊 並且呢 它是可以保牙齒 也可以保眼睛的 那麼還有它的計劃 三跟計劃四呢 這一部分的呢 就是情況有一些不一樣 它的收入其實是跟白卡是一樣的 所不同的白卡是公民 而它不是公民 吳女士也表示 最重要的是申請者要先申請社會安全號 再申請健保 許多誤區是 大家都拿著報稅號碼去申請 那這樣的話呢 三個月以後 它的基本健保就會斷掉 另外 雖然綠卡持有者不受公共負擔影響 但仍有兩種情況需要注意 一個是你剛剛路徑的公共負擔 你會受影響 如果你離開美國六個月 那你就自動變成了它的受影響範圍了 所以要非常小心 綠卡持有者 您不可以離開美國超過六個月 第一保健在紐約各個華人社區都設有辦公點 民眾可以向執照工作人員諮詢 千萬不要自己做決定 因為這其實很複雜 好 我們可以跟你講一個多小時的課 關於那個公共負擔 它是因為美國的法律 它是非常仔細的 新唐人記者宇婷 奧利福 紐約報導